近日一位知名日本YouTuber在他的频道 直到世界镜头不断地寻找老婆中 分享了一段特别的旅行经历 他前往乌克兰寻找理想中的伴侣 却在街头随机访问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许多看似成熟的乌克兰女性 实际年龄远比他预期的要年轻 在一系列的街头访问中 这位YouTuber接触了多位金发碧眼的乌克兰女孩 他们的成熟外貌让他以为对方至少已是20多岁的成年人 然而 当得知其中两位女孩分别只有14岁和15岁时 他不禁感到惊讶 这一发现也立即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许多观众对于乌克兰女性成熟的外貌 和实际年龄之间的反差表示不可思议 并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达他们的看法 有的网友惊呼真的很难相信他们的年龄 而有的则表示就完全颠覆了我对美的认知 尽管该YouTuber的频道命名为直到世界镜头不断地寻找老婆 实际上 他在影片里对女性相当尊重 进行的是礼貌的简短访谈 询问她们的名字 年龄 兴趣和喜好 然而 由于乌克兰女性的成熟外貌与她们的真实年龄往往不一致 这导致她多次访问到的是未成年的少女 这不仅使频道主对当地人的年龄判断失准 也让许多观众感到惊讶 这段独特的旅行经历不仅为这位YouTuber带来了新的见解 也让全球的观众重新思考美的标准与文化差异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美学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